好了 第3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這次要大家打飛機 下集我們坐飛機就不如飛去南部吧 當然不是香港的南部 香港的南部 南部坐3個多小時的飛機去新加坡 新加坡都是動漫之間 因為之前我去的無雙鋪 有些類似新加坡的 很難得 我去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當然我去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專程飛3天過去 飛去看新加坡動漫及電玩展 其實新加坡不止這個展 新加坡還有一個亞洲動漫展 其實規模上跟香港的亞洲動漫展 一定不相伯眾 而這個亞洲動漫展是巡迴的 不止新加坡一站 它在印尼 在亞加達展貿中心 和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展覽 也有3-4天 當然我去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動漫展 當然我去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很熱 新加坡很熱 其實真的很熱 我去到那時候 9月是三十多度 應該很長冷氣 我想大家都想不到 其實每場大家猜到哪 通常在香港有做媒展 大家都知道 九子媒展 大家是想不到的 新加坡動漫展不是放一些展覽 他們放的展覽 是在金沙賭場下面的展覽 酒店是否夠大 不是酒店裡面 他們是在賭場旁 他們是在賭場旁邊 是在賭場旁邊的展覽 我先要說他們的配套非常棒 當然大家都說 配套非常棒 當然是貴 TOPIA大概是25元波子 現在是6.12元 平均是25元 就可以80元 當然 他們的配套是怎樣 我們怎麼說他們為何這麼有心 為何這麼賺新加坡的面子 首先我們看到 新加坡的COSA極多 我至少一天看到三四百個COSA 我拍到兩個電 全部沒有電 我沒有手機拍攝 所有人都是 拍到沒有電 當然他們的配套是怎樣 他們是頗照顧日常 最初大家都知道三四十度 其實起初 COSA在外面 但沒有什麼冷氣的地方 做化妝的地方 但是有三十多個COSA 昨天就發現不到 本來他有一個地方 大概有二三千尺的地方 被排隊 排隊的人 不是想像到這麼多 不跟YAKA那麼多 YAKA排隊幾百至一千人 看初 11點開門 10點多就開始人排隊 那些人很受規矩 通常是甚麼人都可以拍下去 但明明他場地也不夠匯尖 那麼大 但是他又有一個秩序可以做到 很厲害 而他那個地方 起初就是想要去一個地方 給人COSA拍照 之類的 然後你只要拿一張入場 飛進去 就進去那個會場裡面看 而會場外面的地方 是全部免費的 而COSA不想入場看 可以在外面拍照 還有一樣東西好 然後發現已經不妥了 在外面的人塞得太多 他專門開那個地方 免費的地方 第二天 立刻開給他 就在外面做化妝 給他 很大的地方 那些地方 給他在外面有冷氣 換衣服 換大臉 我覺得這個配套 這個機構做得非常棒 即是可以臨時加地方 或者加一些會場 或者這個 很像香港game show 那些情況 香港game show 其實也有進步 我不是不覺得 他們也有整個CV 也有一個館在排隊 不過是動漫之未有 當然 也有很多警察都說 有些人在這裏撿 或者在這裏撿 在這裏撿 有些人在這裏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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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專門換衣服的地方 沒有換衣服的地方 沒有換衣服的地方 當然也不建議 有些人在那裏撿 就知道成績 那就是香港 要改善 說一下 如果他對於COSPLAYER 也有這麼重視 那是否會場的 我重現了一環 是的 可以隨便走來走去 會場裏面 會場裏面有什麼 說到窩心的地方 兩項 裡面就拆開了兩段 一段就是那些 三四段 一段就是進去 另外還有一段 先一大段 打千多尺的地方 就是表演舞台 有企有座 坐的位置非常大 有2% 你進去怎樣坐都行 另外一邊就是 可以說的同行區 另外一邊就是 賣東西的地方 那賣有什麼 例如Hot Toys那些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 復神者聯盟 對 Advenger 對 整個 香港動畫節目 是不能進去的 那個館 那個館 排排幾十人隊 在那裏不用排隊 很大 任影不生氣 是不生氣的 沒有人炒貨 沒有人炒貨 你有很多空間買 沒有客人純粿 那麽不生氣的 很純粿 那邊就賣一些 專課日本動畫的食物 精品 那很厲害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再有就是賣這個 譬如 試試有些福袋 但這福袋就貴了無論 因為貴得很突然 因為可以有50元波子 或者100元波子一個 但進去的東西 大家就深深可以保證很多 對方是多少 一至六百 即是六百多元一個 一個福袋都可以 但都可以 600元 一定是情況 好似日本的模式 不過 其實 以我所知 其實馬拉人 他們看漫畫 其實都幾偏向美系 即是模仿美系的人 比較多 於是不單是你說的 Avenger 我看他們的玩具 他們的歐美的唐家玩具 都是霸佔他們的動漫畫展 很大成數 原來是 看他們的書 入場 即是阿航也都打得上入場 但其實好美系設計 也是成的 是相當多 即是 你不會見到香港 哇你在開店 就放到很旺區 要很貴 這樣才可以做得到 不過他們的唐家玩具 在show 上就有很多 不止 那是否還有很多精品 即是 外國的T-shirt 呀 行李箱 那些東西買 他們不止 在歐美 那時候我還見到一個大部份 就是大部份 全部是買美麥 總之這麼多美麥 你自己去買 當然是可以給錢 他們的藝人 是可以自己租一個大檔 有些藝人 我見到一個澳洲藝人 是即場和你做探筆掃描 即場做 他什麼都自己喜歡 有些人是即場做雕塑 做木雕 即是雕一些動漫人物 就用木雕 即是你看到很正常 那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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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那個場 為何是收那麼貴 因為他 真的不是為了賣戲 或者賣貨 他不是散貨的場 他真的做了展覽 還有你行動文化的作用 我真的做到 是啊 是有東西看的 是啊 有些人 他每天是咖啡又不喝的 不可以 因為即場 他會有些積磨咖啡 都不給你 可以入場 你喝多少 真的好過份 他分達是霸佛 真的 很怕大家要留意 除了有這個汽水之外 是有這個扔圈圈的遊戲 嗯 扔圈圈 有什麼掌筆 都是好像那些汽水 是 當然 有些簽名區 那當然 我覺得很無聊 其實很反對 搞什麼 開會大桌 當然 給人排隊買玩具都要 實際上不是 實際上不是 我懷疑 Enter Bay都會載進去 跟他們聊一下 都是帶香港同行 放一點 都應該可以 當然場地 我沒有像會子那麼厲害 但是 我覺得他做的 當地其實也有初音的檔口 我見到他們的初音 他們專門做一個初音 大家有沒有見過 在香港的初音 有個好像余美斯噴水那個 他專門做一個 就是新加坡的初音 他專門做一個 就是余美斯噴水的 就是余美斯噴水的 很恐怖 但是那個 他買了CD 也是很賣得 很多人 而當地COSA 你不要以為就是COSMIMA 不要以為是COSMIMA 不要以為是COSMIMA 我什麼都有 我當時看到有內亞子 很多人COSMIMA 很多人COSMIMA MIMA是很多人COSMIMA 還有很多人COSM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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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人 想都想不到在那邊 是這麼慌慌的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龍珠 阿格古樂 很多人COSMIMA 由美斯噴水到20年來 那些COSMIMA 是很融入 而且他們是很開心 你如果來拍照 他很容易說 你來拍吧 你來幫我拍吧 他是很喜歡那種 給你去拍 或者他覺得他很欣賞 他的COS的感覺 而我覺得他們是OK做得很好 相當像美國的Event 好像美國的Event 美拉斯維加斯每年都搞一些Comet Fest 他們也是這樣 COSMIMA是玩 是Party 這種形式就像歐美 不過就加入了很大量的日本漫畫元素 其實新加坡 或者馬來西亞 其實最主要的馬來西亞 當然就是他們的人 那有沒有他們的原創作品 有 那當然 我們不會認識 當然就是我們 我猜就寡問 其實你說是新加坡多畫師 其實我們所知道 原來新加坡不是畫師 就是滿島住在那裡 很小的 就是馬來西亞 專門做畫師 我曾經說回到阿菲甲 當然是很出名 其實他們都說 很多他們在馬來 自己有視頻 或者經常做畫畫 有時候會幫忙電影 或者一些宣傳品 做插畫 而他們都像香港那樣 當然他們說 沒有什麼所謂 他們當日 他們不是叫同仁區 他們叫Artist Alley 那些地方 都擺了一圖 而他們賣畫 大家都說 有同仁寺 日本那類同仁寺 都可以賣 但不是太多 而他們有很多是雕塑 有很多是油畫 繪圖 或者一些形象設計 卓遊也有 你不是說新加坡 沒有 那是新加坡 有些人說W-S 對 很關注W-S 新加坡玩W-S 我就小潔在老麥玩 但我在馬來 曾經在馬來西亞 去到 是有幾台小子 在玩W-S 他們還在用Mutubusters 即是沒有卡組 他們真的在馬來西亞 我覺得他們 其實這些網友 是滲了馬來西亞 或新加坡地區 當然馬來西亞 也有他們自己 想不到 是雜換式 只一天是雜換式 竟然不是美國那類 bloggame的形式 不是 反而你說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們 Artist Alley 在新加坡那裡 Artist Alley 他們做得好的地方是 他們任你說 去欣賞他們的作品 你不一定要去買 你只要欣賞他們 看清楚 跟他們說一下訪問 做一下交流 宣傳 他們很開心 所以你說 他不是專責 是賣東西 散播場 那種感覺 真的可以看到畫家 那種親密接觸 還有 還要說一件事 為什麼我這麼欣賞 新加坡那邊 除了說這幾件事之外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就是舞台 舞台沒有說 你說要入場 要排走要吃 他說真的 他在外面 都容納了三百多張椅子 要坐也不難 那次我去到看 有這種集音 即是畫梁公出來的那個 你知不知道他是有心到怎樣 當然 你說下拿 也有畫梁公 一樣 一人都是那個 兩個一樣 他即場告訴你 通常你知道香港的 那些 就是說幾句 問你香港喜歡吃什麼 吃小籠包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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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就不一樣 新加坡就不一樣 新加坡問 那個 真是主持人 一流 那些 說好 輕微 說這些 就馬上不說 你不如教別人畫 為何你畫下 有什麼不足 可以讓別人學 他即場交流 之餘 當然 你想想 有沒有一句 是伊東澤民 會坐在台上 四十五分鐘 嘩 那些長出 一個 新加坡的漢馬娘 就立即和你畫過 你可以留意一下 不足 你不驗就行了 結果整台 坐了四十五分鐘 看著他一筆 又沒有一張白紙 變成一個 嘩 給錢買不到 當然坐在那裡看 還要是給錢看 還要是看出他怎樣在那裡畫 你想想 香港的Event 是做不得到 我都說 打招呼 香港的感覺 就好像趕時間 那樣 舞台 香港是用完 但是他的會場 只有一個舞台 他真的可以給那麼多 他真的沒有活動 還是很專注 他真的是很專注 很專注 當然 他有時候 譬如在日子的座談會 譬如在澳洲那幾個 就是座談 他是怎樣去刁木 或者怎樣去做一些東西 怎樣去設定 譬如我都見過 有一個我跟他交流 他原來我跟他說 咦 你說是萌系 他說萌系畫得很漂亮 我說 你在哪裡來 他說 I'm not come from Singapore 那時候 他原來是由泰國來的 原來他告訴我 原來在泰國 萌系的畫風 原來已經很盛行 突然間爆發地盛行 所以 他說 遲些 泰國的動漫展 可能是可以跟新加坡相比 甚至可以威脅到香港和台灣 有機會 尤其是泰國的印刷成本 不是真的太貴 二來 他們泰國的消費量 是都很驚人的 而這個盟系上 泰國做這個盟系 原來是極度多的 很出奇 因為我自己去泰國感受的年青人 他們偏向都是 愛亞洲文化 愛美 我喜歡日本那些 原來真的不單是 只有無面超人才在那裡紅起 我太過泰國版 Iron Man 後面超人 很古怪 你猜不到 你在泰國感受到 那些女生很愛美 很喜歡白的 太黑 很喜歡白的 這個是他們對歐美的影響很重 超重 一向都是 反而亞洲影響比較重 想不到 泰國他們那方面是可以 而且他們會請這些畫師上台說話 可能一組四個上台說話 上台說一下嘉蘭 我最記得當日有Pico來唱歌 Pico大家都知道 唱憑佛神的 Opening那個女生 我永遠知道 那個女生歌手 哇 你想想香港 說真的 唱兩三首歌已經很好 真的 中村才知道 那時候來香港唱了四五首 已經打得很開心 不用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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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百元 四五六百元 看得很流行 他在裡面 我聽到 如果沒有記載應該唱了六至七首 最後還要結尾再唱多一首給你看 小燕檢槌就可以了 小燕檢槌才也是 小燕檢槌ots 幾千錢 有跟暴徒逼的感覺 有開 但供應不夠 他說只有Honey One 也沒有開 還有一件事 我記得在新加坡他做的一件事特別好 他除了照顧普通動畫或原創師 他很尊重COSA 他就是一件COSA 他專程是請幾個日本的專業COSA 走來新加坡做交流 我有幸運 剛剛未上台前我跟他拍照 我跟他拍照 我忘記了 他就由日本的COSA 接到我拍照 他上台後 原來不是讓人去拍照 又是坐在這裏40分鐘 他在上面說了什麼 交流一點 說了兩位上台 其實我是偽娘 只是說一下 穿衣服之外 他還要即場教你剪屁 即是剪假化 剪假化剪屁 所以原來新加坡 即場問問題給人 即場說你問我問題 我回答你 教你怎樣做 所以衣服怎樣做 那些屁股怎樣剪 你剪屁不能用普通教权剪 那些專業資金交賣 即場怎樣教他們 嘩 這邊 很複雜 那些是複雜 我都被入場費用炸 我想說原來是課堂 我想到你回香港 你的訪問 說完就算了 對 然後馬上給玉記 去宣傳一下自己的遊戲 漫畫 那些東西 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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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了幾句 趕他走我之後 神經病 香港的牆 對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新加坡真的做得好不好 好好都很厲害 而且當然 Corsair拍照 不就是場外 我最恐怖到看到 那種是原始方法 怎樣有Corsair 是可以給到他 大家都知道 Marena Bay 即新加坡的Marena Bay 那個金沙很漂亮 有些人是 有多拉貢 有些小船 在橋上走過的很漂亮 我看到Corsair 可以給他們在Corsair 在橋上拍照 背景那種漂亮 露天大噴泉 我想你在香港、澳門、台灣、大陸、日本 你找不到這樣的景色去拍照 要看照片 我看到有人 例如魔法少女 幾個、五個 五個站在橋上 後面大噴泉 還要有多拉貢 在後面走去拍照 那種美觀 是你想不到的 你怎會在一間大酒店 那裡是可以做到動物 所以我覺得 那場不是真的太大 但在Paytoy 他們的表演 那裡的交流 不是你們所想像中 而是只會去拍照 所以我覺得 不是三方 不是 新加坡、馬來 其實我覺得 當晚城市已經成熟 而且他們是美晚和日晚 大家都分平降麗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很平衡地做 所以我長見來說 我是挺看好 即是如果想玩好些 如果去新加坡或馬拉 馬拉不知道了 那新加坡就值得去 現在新加坡政府很大力推動 很多資源去製造 免費場地 政府扔錢免費借貸給你 他們做的東西 可能可以直接回到附近地區 因為風景都正在成長 即是泰國、馬拉 所以他們覺得生意要做 在新加坡的地方 做了一些賭業之外 他們是旅遊賭業之外 最重要的是技術學業 所謂的科技方面的東西 即是電影加工 動脈加工 開始很成熟 因為有很多現在我用的軟件 都在新加坡開發 更畫畫 而且我看到一件事做得好 譬如你撇出動漫場 市內很多東西是利用了ACG 利用了二次創作 可以在外面開店 我曾經去過一間糖果店 是用日系的盟系ACG 去賣糖果 做一些二次創作的糖果 我們沒有說過二次創作 沒有這件事 是很歡迎的 而很多在大市 譬如烏捷路那裡最大 他們很多是用ACG 去做一些廣告宣傳品 你想不到 新加坡想不到 這個地方是有這麼多東西去推動的 當然馬來其實也有 不過馬來的市場 相對來說比較細小 但是 你說買漫畫書 日晚都很方便 還有一件事 如果大家想去新加坡買日晚 其實不用擔心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很傳統的書屋 日本書屋 而那裡 其實一本日文 日晚 有日本文 有日本文 有中文 有英文 有中文 有英文 有英文 是很奇怪的 大家可以看 故事是一樣的 但有不同 而英文的K on 原來 左右調轉 要 後面最好的版 是有兩三版 有些是連著殘 殘 為甚麼呢 它是有著解 去解釋 它那個字後面 你就有著解 即是教你理解文法 漿是為甚麼 中文版和日文法 英文版是沒有採熱的 英文版是加了很多採熱的 所以大家如果留心 買英文版是不問題的 當然啦 英文版是貴的 真是貴的 但我覺得 你問超值 你去當看一件事 你去美版三版的美版 是有的 我經常覺得 是因為美版多數是採漫 而影響到這件事 是啦 而且有多價值 如果買一買的話 都是買日本版 即是想看英文 每次買日本版 即是想看英文版 即是香港版沒有東西提 但美英文版 有甚麼給你去買 又要買 又要買英文版 又重開圖 有些特別的故事 所以大家可以去 其實新加坡去容納這種動漫文版 我覺得是比香港、台灣、中國的市場開放很多 當然啦 我覺得那個時候可以再給長燒再看 其實都不是 他只有兩日子 他可以去看的 他很清晰 就是想打六甲那邊的中心 他想做這件事 所以 你看到新加坡人頭 不高多於香港 不少於香港 但可以搞得這樣 是一個令人有恩惠的事 而且最恩惠是為什麼呢 不只是當地的華人或外國人玩 馬來人都參與很多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一種民族共融 大家都很和諧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值得大家再去有些什麼借鏡的地方去學一下 好一點 香港什麼感覺就好 不只是衝突性 怎麼衝突 衝突不過澳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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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